依照佛教的观点 一个人的福报跟业报 都是前世作为所得到的结果 虽然佛法讲究因缘果报 但是佛法真正的精神 还是在于能够转被动为主动 所以我们如果知道惭愧 能够忏悔 就可以承担自己的业报 而超越种种的困境 如何面对身体的残疾 转变消极的观念和态度呢 我们现在就恭请圣言法师 来为我们开始 对于已经信仰佛教的成长者 或者是同情残障者的一些人士 当然能够理解和相信 我们今生所遭遇的 不管是身体的成长 或者是心理的不健全 以及环境的半定 那都是由于过去世 造了恶仪而得到的果报 在许多的经典里面都是怎么说的 比如说杀生杀衣众的人呢 就得残疾不全的果报 骂人 骂得多的人呢 骂人 骂得多的人呢 也就会得到啊 阴雅 也就是说哑巴 说不出话来的果报 这个像类似的啊 这个一负一正 就是负加上负 正加上正 就是过去的负面的 一造的越多呢 我们现在这一生呢 说得到的残缺障碍呢 越重 越大 越多 这是对于啊 已经呢 能够接受 佛教信仰和佛教观念的人呢 可以 可以把接受的 因此 已经接受了这种信仰观念的人 我们可以告诉他 你已经是 残疾了 要好好地修行了 好好地忏悔了 你过去做了坏事啊 所以这一生得了 恶报了 你要好好地修行了 要忏悔了 忏悔了之后 欲藏渐渐消 你这一生也会 改善你一些 来生的时候呢 你不会再残障了 可能你来生了之后 也生在天上去 或者是呢 生到净土里 敷过去 这是对于 已经信仰佛教的人了 而且信仰的 很正确的人 可以接受的 可是呢 我们这个社会里边 有许多人 还没有信仰佛教 还没接触到佛法 他们没有办法 接受这样子的观念或理论 我曾经呢 在五六年前 遇到有一个团体 就是残障朋友的团体 来看我 而这些残障的朋友啊 都是社会的佼佼者 在残障者之中 他们各有成就 虽然已经残障 但是 以他们的毅力 努力 每一个人 都能够有他们自己的 成功的地方 基础的地方 就来看我的时候 其中有个代表 就来责问我 他说佛教啊 太不慈悲了 我们呢 已经是这个样子 这个已经是残障了 还说我们过去的意义很重 要我们忏悔 人家已经看不起我们了 我们残障者 已经呢 受社会的一般的人歧视了 不重视我们的 再说我们过去是做的坏事 做的恶意 那我们的地位 我们在一般人的心里边呢 是啊 不仅就是差劲的人 而且是可厌的人 可恶的人 但是这个复发不公平呢 哎 我说你这个的确是不公平啊 你们不一定啊 就是因为过去是遭了恶意 才有这次的苦报 我告诉你啊 福经里面有这样子的说的 菩萨度众生呢 他一定要到众生的群众里面去度的 菩萨要度哪一类的众生 他就到哪一类众生群众去度 菩萨看到哪一些人需要什么样的身份去度他 他就化现成为哪一种身份呢 去度他 我说你们这些残障的菩萨 都是因为过去发了愿 你们过去是有善根的 是以残障生来自立敌人 你们发愿以残障生来化现在这个世界上 而自己还是很努力 同时呢 影响他人也能够啊 努力 也能够向善 我说以你们这样子的 努力和成就啊 就能够啊 鼓励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是呢 我说这个可以从两个方向来说明 一个方向啊 佛教的确是 是这么讲的 过去造一 现在的果报 另外一个方向呢 是菩萨成员在来 以自己的悲愿性 来出现呢 一个残障生 来在我们残障者之中 或者是呢 在健康的人之中 来产生影响的力量 那就是医生作者 就是医生作者 献身什么 献身说法 我说你们呢 要相信自己 你看看是究竟是造一来的呢 还是因为是法院来的 是成员来的 他们听了以后呢 也许可能是两种都有吧 那有了这样子的一种安慰 有了这样子的认识 那我们呢 非残障者 看这些残障者 我们就要尊重他们 他们这些人 很可能就是菩萨成员者 来帮我们的忙的 我们不要轻视他们 我们不要小看他们 我们应该尊敬他们 他们是菩萨 他们以这种身份 来帮助我们 帮助许多许多的人 像这样子的观念 建立起来以后 残障者也非残障者 彼此之间 互相地能够产生了 彼此的尊重 彼此的关怀 我想诸位也不怕残障了吧